随着这两天朱令的去世 当年的清华投毒案也再度被人扒了出来 今天咱们就讲讲这个案子的一个具体的过程 还有其背后隐藏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 朱令案发生在94年的清华大学 上了一点年龄的人大家都应该听过这个案子 说当时在清华大学有一个大三的女生叫做朱令 她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她的父亲姓吴 当时是在北京的地震局工作 是一个高级工程师 朱令为什么和她爸爸不是一个姓呢 因为朱令是跟随她母亲的姓 朱令还有一个亲姐姐叫做吴金 这个姐姐跟随的是父亲的姓 而且这个姐姐咱们标题不是说了吗 悲情姐妹花 这个姐姐的命运也特别的悲惨 姐姐当时考上的是北京大学 也是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生 然后非常可惜的是 在同学们一次春游的过程中 她是意外的掉落了三件之间 而且同学还没有发现她 三天之后姐姐才被找到 当时的警方也通过排查调查 也确定姐姐确实是因为意外导致的死亡 姐姐的意外坠亡对她的父母的打击也很大 对朱令的打击也非常大 让她本来一个相对外向的性格变得有点内向了 到了92年的时候 朱令就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化学系 大家想清华大学标准了一个理工科的大学 而对于朱令这样一个长得非常漂亮 然后特别有才华的女生来说 在学校里边可以称为是学霸女神 因为她不仅是长得漂亮 乐器弹得也特别好 游泳还获得过非常不错的名词 所以说这样一个学霸女神 本来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前程 但是就在94年的一天 朱令出大事了 说当天朱令结束了清华大学 在北京的一个音乐会演之后 她连庆功宴都没有吃 直接回到家里边 因为她当时感觉肚子特别不舒服 然后就赶紧的去医院看病吧 从94年10月份开始 这个朱令就经历了两次短暂的失明 但是去了医院检查之后 也查不出什么原因了 到了11月份的时候 根据朱令她妈妈的回忆说 11月份开始 朱令已经是全身酸疼了 已经是病入膏肓的感觉了 然后一点东西也吃不下 而且还经常的全身抽搐 没过几天 朱令的头发也全都掉光了 现在看朱令这个病情 特别的严重 所以说父母们就赶紧的 就把她带到了同人医院 经过各种仪器的检查 各个专家的会诊 就是查不出原因来 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夫就说了 说朱令 她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 有没有可能说 她在上课的时候 接触到了一些有毒的化学物品 或者说有毒的化学之际 然后导致她中毒 带着这种疑问 朱令的父母也来到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的老师 非常确定的说 朱令在学习的过程中 肯定是没有接触过 这些有毒的化学物品 所以说病情 包括这个情况 就卡在了这 没有进展了 但是好在过了一段时间 朱令的病情慢慢有点好转 有点恢复了 而且她头发也长出来了 可是就在到了95年3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马上要开学了 本身朱令是学霸 就特别爱学习 当时虽然身体还没完全恢复 但是她也怕耽误学习 所以就强行要求去上学 父母也拦不住 就让她去了 可是刚到学校没几天 朱令又感到全身剧烈的疼痛了 然后开始浑身抽搐起来 这一次比上次更严重 在95年3月23号这一天 朱令是陷入了一个深度的昏迷状态 而且她刚去到医院 就直接进了ICU 她的父母也接收到了 好几次的病危通知 到现在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首先你根本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比如说你平常去看病 你哪疼 你胃疼 你心脏疼 你头疼 对吧 你说出来之后 咱们照片子 然后对症下药 但现在她不知道 朱令到底是得了什么病 那就很难治疗 在这个时候 事情有了一点点的小转机 到了4月5号这一天 说北京的一个报社 知道了她这个情况之后 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标题写的是 清华才女无故病倒 反正这个文章当时比较火爆 所以说当时很多 清华大学的同学 也看到了这个情况 同学们纷纷来医院 来看望朱令 大家也是纷纷的去想办法 出谋划策 这里面有个关键人物 他叫做贝志成 贝志成非常有想法 那会儿是互联网刚刚兴起 他想着说 既然咱们国内找不到这种 医治的办法 或者说不能确诊 那不行 咱们把他这个病情发到网上 让国外的专家 看有没有能了解的 能确诊的 于是他们很快就把这个病情 翻译成了英文 发到了网上 就是短短的几个小时 他们收到了好几百封的邮件 最后呢 这个邮件里边 汇总的信息 来自了很多发达国家的这些 就是有临床经验的医生吧 经过很多国外医生分析 很大的比例大家都觉得 这个朱令应该是他中毒 他这种元素是一种具有放射性的剧毒元素 而且是特别稀有的 而他一旦进入到了人的体内之后 就会首先攻击咱们人的消化系统 所以说当时朱令感觉全身 尤其是肚子特别不舒服 首先是攻击你的消化系统 然后会攻击中枢神经 最后导致抽搐之类的 再厉害了那就直接要了命了 虽然说很多国外的邮件里边这些人 说朱令他就是他中毒 但是当时国内的环境 国内的医院里边 没有说能够检测 所谓真正他中毒的这种仪器 后来没有办法 朱令的父母通过多方的帮助 找到了一个北京的教授 这个教授在这方面 有一些比较深刻的研究 然后就提取了朱令的一些样本 比如他的毛发 血 尿 之类的这些东西 进行了一些检测检验 最后确定朱令的身体里边 他元素比正常人要高出了一万多倍 那肯定朱令就是他中毒了 而且这个教授也说了 朱令他不是一次中毒 而是两次中毒 当时朱令的状态已经特别不好了 首先就是全身瘫痪 生不如死 每天特别的疼 再就是双眼的视力 基本就属于失明的状态 然后他的运动神经也受到了阻碍 大脑也萎缩了 说白了这个人基本就废了 就跟植物人一样 每天躺着吧 就让父母去照顾吧 但最关键的是 他知道他自己有意识 这是最痛苦的 而且他又没有办法行动 好在他的智力 已经下降到了六岁这个年龄了 为什么好在呢 你说他是这么清华学霸 如果他那个智力 一直保持着 他躺在床上 想自己的一生 想自己这些痛苦的经历 他反而更难受 那到了小孩的智力之后呢 反而他有些事不明白的时候 对吧 反而也就没那么痛苦了 我是这样觉得 那确定了 朱令是他中毒 现在首先要调查的 是谁给他故意投的毒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凶丑到底是谁呢 在95年的时候吧 五月份啊 那会就开始调查这个案子了 然后警方的也确定了 当时北京呢 在北京地区呢 能够接触到他元素啊 这种化合物的这种公司呢 总共也就是20来家 能接触到他元素的人呢 总共是200来人 最关键的是 最有可能给朱令下毒的 就是他身边的人呢 那这里面有个人 嫌疑特别大 叫做孙维 孙维呢 首先呀 他和朱令是一个宿舍的 都是北京人 而且最关键的是呀 孙维的父亲和朱令的父亲呀 他们都在北京的地区局工作 可谓是老同事了 后来有人说过 说过一个细节啊 就是地震局的一些人吧 去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过一个细节 说当年 这个孙维考上大学了 然后当时啊 是他们地震局啊 组织了一次春游嘛 春游的路上啊 这个孙维他爸 就特别高兴的 给他的同事说了 说哎呦 我姑女啊 孙维老厉害了 考上清华了 那这个同事就说了啊 那那那那真棒啊 非常不错 咱们那同事那老吴 他的姑女也考上了 那当时说这个孙维他父亲呢 表情呢 特别不服 非常不屑的那种感觉 说他家姑娘能跟我家姑娘比吗 这个正常的 首先说父母之间 对吧 父母之间在工作中 首先可能有一些矛盾 第二点呢 这个谁都会觉得自己孩子优秀嘛 那这个不能确定说 孙维真的投毒和他的父母之间有什么纠葛 有什么关系啊 那最关键啊 让人值得怀疑的是啊 孙维来到这个清华之后呢 和朱令是同班同学嘛 而且住一个宿舍 但是从哪点比 他都比不了这个 朱令啊 首先长得没人好看 嗯 学习呢 没人成绩好 而且呢 在这个才艺上呢 也比不上人家朱令 那他很有可能就是嫌疑人 而且是第一嫌疑人 所以说当年的时候呢 这警察叔叔在立案的时候 把这孙维啊 就当成了第一嫌疑人 但是呀 因为苦苦找不到证据 所以说 呃 之后呢 就对这个孙维这个嫌疑啊 就解除了 因为如果说投毒的话 啊 你得找到这个投毒的这个 指纹 或者说这个器皿 对吧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为什么找不到 说95年的时候 就是朱令正在第二次住院的时候 呃 朱令这个宿舍呢 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没有丢什么贵重的东西 丢的就是一些 朱令的个人的生活用品 而且是 呃 主要是洗漱用品啊 比如他的眼型眼镜 水杯啊 啊 这个 呃 洗发水之类的 那你想吧 这些都是可以投毒的 呃 物品 对吧 你首先 你可以把这个他元素 放到这个水杯里面 啊 他口服进去 或者你放在眼镜上面 他导致他眼镜失明 或者你弄到洗发水里面 啊 导致他头发脱落 这和他的症状都非常的匹配嘛 那最关键的是啊 这个盗窃案 什么贵重的东西都没丢 丢的就是朱令 个人的这个生活用品 对吧 你这个背后 不就是说白了 消除指纹 消除这些 可能能化验出这个 他元素的东西嘛 随着这个孙为的这个 嫌疑人身份呢 被解除之后呢 后续呢 也去国外发展了 那最悲惨的 就是朱令的父母的 他们呢 一直承受这个病痛的折磨 也是找各种方法呀 找各种这个 专业的人去破案呀 去治疗 但是也没有办法 朱令呢 就是在前几天呢 也是非常遗憾的 离开了这个人世 这个案子呢 其实听起来 很多细节 让人觉得细思极恐 这个孙为呢 在05年的时候 已经出国了 他在这个天涯论坛上 发了一个帖子 他说 他非常确定 自己和朱令啊 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锅 他是不会背的 并且说了 我在清国大学 并不是唯一能接触到 他元素的学生 而且呢 当年这个 办案的人呀 也说出来一些内幕吧 好像是 就说这个 案子呢 当时只差一层床物质了 没有捅破 但是为什么没捅破呢 说呢 孙为他爷爷 还有他大爷 在当地的关系 特别的硬 硬到是可以生生的 把这个事情 被影响这么恶劣的 一个事情给压了下来 那在北京 有多大的关系 能压下来啊 大家自己去想吧 而到了13年的时候 说朱令的父母呢 也收到了一封信 这个信里面啊 写的一些内容啊 特别奇怪 主要意思说啊 朱令为什么会得到 这种结果 就是因为他当年呢 是出口伤人 歧视外地人 而且呢 特别烦 天天晚上不睡觉 吵到别人呢 也睡不着 导致呢 这个同宿舍的人呢 就是精神都快崩溃了 那就算是人家投毒 也没有说想着 把他毒的这么厉害 这个后果这么严重 就是想着让他 简单的生一些病啊 然后让他去降级嘛 降级之后 自然他就不在这个宿舍住了嘛 反正意思呢 就是因果报应吧 这个朱令呢 不值得同情 就是因为他自己 种的这个恶果 导致这种后果吧 自己去承受 那最后呢 如果您看到这里啊 我建议你 现在去百度一下 百度什么呢 百度 孙维的爷爷 孙维的叔叔 孙维的这些亲戚们 他们当时 到底是做的什么工作 相信你看完了 他们的那些职位之后呢 你就应该了解了 为什么孙维 能够在国外 活得这么潇洒了 反正这个案子呢 这么多年 一直是一个悬案 只是现在呢 这个因为朱令的去世呢 这个事情呢 从心被热议起来了 其实当年都破不了的案 到现在这么多年 你再去热议 估计呢 也没什么办法了 其实啊 最悲惨的就是 朱令的父母了 一个清华的女儿 一个北大的女儿 但是两个人呢 都是非常悲惨的 相效欲损了 那其实用 悲情姐妹花这个词 来幸福他们俩呀 真的是太贴切了 咱们也希望朱令 是一路走好吧 来世呢 不要受这种苦了 温越्�细 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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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